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循环对列 说到我们的循环对列呢,它也是我们这个面试题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知识点 对于我们的循环对列这个知识点而言呢,我们这节课呢,讲解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是这个循环对列的顺序存储结构 第二个呢,是循环对列的实现 好的,对于我们这个结构来说呢,说到这个对列 对列呢,它其实是这个特殊的线性表,是特殊的线性表 从这个出发点来考虑对列的顺序存储问题 首先呢,我们假设线性表有N个数据元素 顺序表要求把表当中的所有元素都存储在数组的前N个单元 假设对列它有N个元素 顺序存储的对列也应该把对列的所有元素都存储在数组的前N个单元 如果把对头元素放在数组当中下标为0的一端 则入对操作的时间开销仅为1 这时的入对操作呢,就相当于追加 不需要移动元素 但是出对操作的时间开销呢,为N 因此呢,因为呢,要这个保证剩下的N-1个元素仍然存储在数组的前N-1个单元 所有元素呢,到前,向前移动,这也是我们这个对列当中,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存储方式 它这个结构呢,就跟我们排队,就是排队打发,排队取钱等等排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先排队的,就是先进行这个打发或者是干其他的 所以说对列呢,还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存储,呃,存储这个结构 先进先出 好的 呃,如果我们放宽对列的所有元素 必须存储在数组的前N个单元这条 只要,呃,只要求对列的元素存储在数组当中 连续的位置 就可以得到一种更为有效的存储方式 但是呢,这种方法呢,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随着对列的插入和删除操作的进行 整个对列,向数组当中下,呃,下标较大的位置移动过去 从而就产生了对列的单向移动性 当元素被插入到数组当中下标最大的位置之后呢 对列的空间呢,就用尽了 呃,尽管呢,呃,这种,呃,这个时候呢,数组的低端 还有空闲空间 这种现象呢,就叫做什么呢?假溢出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什么呢? 假溢出 假溢出 我们解决假溢出的方法是什么呢? 解决假溢出的方法是将存储对列的数组看成是头尾相连的循环结构 就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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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列,呃,这就是允许对列 直接从数组当中下标最大的位置 延续到下标最小的位置 呃,这个呢,通过取摩操作呢,呃,很容易实现 对列的这种头尾相连的顺序存储结构呢? 就是我们的循环对列 就是我们本节课呢,所要讲解的这个循环对列 呃,在循环对列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空和对满的判定问题 有一个问题 对空和对满的判定 在循环对列当中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呃,对空对满的判定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对列当中呢,它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呢,呃,执行出对操作 则对头指针加一后和对位指针相等 就是什么呢? 对空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对头等于对位 对空 对头等于 等于 等于 对位 如果我们这个数组当中呢,只有一个空弦单元 执行录对操作 则对位指针加一后与对头指针相等 就满足条件什么呢 我们的也是对头等于对位 如何将这个对空和对满的判断条件区分开呢 我们可以浪费一个这个数组元素的空间 就什么呢 中间如果存储了 如果他们中间存储了一个空的单元的话 一个空的单元 就是什么呢 就满足我们的是对满了 这个时候我们对位指针和对头指针正好差一 正好差一 就是我们的对满的条件什么呢 对满 对满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对位加一就等于对 对头 对位加一等于对头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存储结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循环对列的实现 将对列的抽象 数据 类型定义在什么呢 循环对列存储结构下 我们用C++当中的类来进行实现 因为对列元素的数据类型不确定 所以呢 采用C++的模板机制 来进行这个实现 当实现之前呢 我们先来定义存储对列元素的数据的最大长度 Const int CoreSize 我们定义为100 这里的100呢 也只是说我们这个给大家示例的时候呢 设置为100 当然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呢 来进行这个定义 然后呢 我们来定义类模板 定义类模板 Templates ClassDataType 然后呢 是Class类 类名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循环对列 再然后呢 是Private型的这个类的成员变量 Private Private的话呢 首先呢 我们是第一个数组呢 是存放对列元素的数据 存放对列元素的数据 DataType Data 长度呢 为QuackSize QuackSize 也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100 然后呢 然后呢 是对头和对尾指针 对头和对尾指针 Int型的 Font Rare 我们可以看到呢 虽然说这里称之为指针 但是呢 它们相当于是我们数组的下标 相当于是指针的是指向的我们数组这个下标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Public型的这个 Public型的这个书 呃成员函数 首先第一个呢 为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ScoreQuack 构造出数化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数化为空对链 出数化为空对链 如何为空对链呢 就是我们的呃 对头和对尾的指针 等于我们的QuackSize 减一 Front 等于 Rare 等于 QuackSize 减一 就是我们 存呃 就是说是 对头和对尾呢 都等于 呃都都都指向这个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 对空的 呃对空的 接下来呢 是吸购函数 我们吸购函数呢 为空 ScoreQuack 再然后呢 是入位操作 将元素X呢 入对 入对操作 Void EnterQuack DataType X 再然后呢 是出对操作 出对操作 出对的元素呢 类型为DataType 然后呢 DQuack 这是出对操作函数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取对头元素 取对头元素 取对头元素 DataType GetQuack 再然后呢 是判断对裂 是否为空 Int Empty 函数体 函数体里面呢 我们也是 这是一个内量函数 Front 等于 据说是我们的 对头是否等于对尾 如果等于的话呢 则Return1 如果不等于 则Return1 这是判断 是否为空 再然后呢 是判断对裂 呃 就是 没有了 就是我 这是我们 关于对裂的呢 这个重要的操作 入对 出对 入对 出对 取对头元素 判断对裂是否为空 好的 根据我们这个循环对裂的这个操作定义呢 很容易就是写出我们循环对裂基本操作的算法 循环对裂基本操作的实现呢非常的简单 呃 首先呢 我们看它这个构则函数来说呢 构则函数 它的作用呢 是初始化一个空的 呃 循环对裂 只需要将这个对头的指针 和对位的指针 同时直向数组的 某一个位置 呃 一般呢 是呃 数组的高端 呃 就是我们的 呃 最高一层 而它的这个吸钩函数呢 我们不实现 呃 不管它 再然后呢 是它的这个入对操作 入对操作算法呢 我们呃 跟呃 入对操作 初对操作 跟这个取投 呃 取对投元素呢 我们放在它的这个呃 类的外面呢 进行这个实现 首先呢 是实现它这个呃 入对算法 入对操作 template cluses detatype 返回这类型void 然后呢 是类名 scoo.quack detatype enter quite 这个TypeX 函数体内面我们就是来实现它的入队操作 当然入队之前我们需要判断对的是否一满 对的是否一满 if什么呢 RAR加1 RAR加1 磨上一个 QuackSize 磨上一个QuackSize等于等于什么呢 Font 则说明它的对列已经满了 满了的时候我们就through 上一 就是已经满了就不能入队了不能入队了 呃 我们这个对列的这个 入队操作呢 只需要将对列指针RAR在循环E下加1 然后呢将带插入的元素X插入对列位置 插入对位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对位指针 我们呢 QuackSize 它是在这个磨的话呢 它是意思呢 就是在循环E上进行这个加1的 循环E上进行加1的 它磨不磨呢 它其实呢 它它基本上它都是小于我们这个QuackSize的 但是磨上一个呢 它是起到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作用 就是判断了RAR加1是否等于这个RATO 如果等于的话呢 就表明我们这个已经对满了 这是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这个对位加1呢 等于对头 好的 不等于对头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这个其他的这个操作 就是对位的指针加1之后呢 然后呢 在对位处插入元素 在对位处插入元素 DETA RU 等于X 好的 这是入对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出对操作 出对操作 循环对立的这个出对操作呢 它只需要将这个对头Font的循环E上加1 然后呢 读取 并这个什么呢 返回对头元素 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呢 是Template Class data size Data type 返回这类型 Data type 所有快课 Data type Data type 然后呢 是类名 函数名 Dquack 函数期里面呢 我们这个呃实现呢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判断这个对是否为 为空 如果对位空的条件什么呢 对位空的条件 呃就是对头等于对尾 对头等于对尾 就是我们判断If real 等于Font 等于Fon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抛出 异常 下一 OK 如果没有下一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是对头指针 在旋环E一下 加1 对头指针 在旋环E一下 加1 Font 等于 Font加1 磨上一个我们的 Quack size 这是出对 呃出对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是读取 并返回出对前的 对头元素 读取 并返回 出对前的 对头元素 Return什么呢 DataFront 就可以了 呃这个是出对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读取对头的元素 读取对头元素 读取对头元素 Template Class Data Type 返回这类型为DataType CircleQuack 类型 还说明 GasQuack 函入体里面呢 我们判断 呃 对师傅 为满 如果 Rail 啊 对师傅为空 等于Front 则死入下意 然后呢 注意不要给这个对头指针复制 A呢 等于什么呢 Front加一 磨上一个 硅谷Size 当然我们的这个A呢 我们需要定格 Int型的A 硬特A 然后呢 是 Return什么呢 DataA 好的 这是我们读取对头元素 最后呢 是我们的判断 呃 对列 是否为空 判空对列 寻完对列的这个判空操作呢 只需要判断我们的 呃 Font 是不等于Rail 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呢 则 对列为空 呃 对列为空 则返回1 如果不成立呢 对列为非空 返回0 好的 这是我们 呃 对列的 链式 呃 对列的这个 呃 循环对列结构 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呃 这个本杰克的作业 呃 作业 就是根据 本杰克 所讲的 旋循环对列 操作 在曼函数中 进行运用 好的 关于旋循环对列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